哈喽大家好 我是林海洋 来请帮忙按赞分享 分享亲友众福田 我们又到了重要节庆了 先帮我按订阅开启你的小铃铛 今天我要跟大家讲讲 这个一年度最重要的节日之一 好我们来看一下 九九重阳开运招财五密法 等一下教大家 九九重阳节 让你呢怎么样的事情可以长长久久呢 比如说我们的事业可以发运久久 我们的财富呢可以长长久久 我们的感情呢也可以呢甜蜜久久 另外的话呢我们人际关系呢和谐久久 每一个事情呢都需要呢长长久久 我们的生活就会更开心更快乐了 好我们来看一下呢 九九重阳节的 这些节庆呢由来我先说明一下 重阳节呢叫重九 是中国人的传统的节日 重九亦叫做重阳 就是两个九叠在一起 好那这个是依据呢 易经六阴九阳之说 我们的易经里面有六阴跟九阳 九是一个极数的阳数 民间在该日呢有登高的风俗 所以呢重阳节又称呢登高节 步步高升那在踏秋节的同时呢 还有重九节 好另外的话呢我们还有一些什么菊花节啊 所以呢我们在这天呢可以去买一些菊花来泡茶喝哦 菊花你们知道加枸杞的话呢可以醒目明目清肺非常好 好那再来的话呢登高节呢踏秋节哦还有这个刚才讲过的 九九谐音就是长长久久的意思呢有长久之意 所以呢重九祭祖呢敬老从孝之传统呢又称为敬老节 所以这天呢可以包一个红包给你的父母亲 祖父母亲哦就是敬老的意思 所以从孝节在中国的习俗里面是非常重要的哦 这个就是家族的传承需要从阳解 这天请大家准备一个红包袋哦 然后呢包一个九百九给你的爸爸妈妈也可以 九千九当然更好 你的功德会几十万倍的几千万倍的放大 这个功德很重要我们说哦百善效为先 你的心意呢就会长长久久在天地之间接气了 好我们来看一下哦 所以呢重九祭祖呢敬老从孝之传统呢 又称为敬老节农历九月初九呢二九相从就两个九相叠哦 二零二一年的重阳佳节是在十月的十四日哦 十月十四日是在礼拜四哦礼拜四 所以你要提早准备哦好不好 在重阳节当天呢礼拜四大家上班对不对 那一大早呢你就可以包一个红包给你的父母亲 祖父母九百九啊意思意思好不好 也不需要到一千块你看多好 然后呢你的功德会无限无限无限的放大哦 那就是几百万倍的放大哦 好我们来看一下哦 接着下来呢九九贤称为九九又常常九九之夜啊 所以有重九祭祖敬老从孝的传统又称为敬老节 农历九月初九呢哦就是互相呢重叠 重孝节跟除夕啦清明哦 好孟南三节呢也是呢中国传统节日里面 祭祖的四大节日 在有中国人的地方呢重阳节是除清明节以外呢 另一个登山扫墓祭拜祖先仙人的日子 被视为另外一个扫墓节 所以我们要祭拜呢家里的祖先 重阳节通常呢很多人呢会到那个什么墓地啊墓园啊 或者呢灵谷塔去祭拜祂的祖先哦 如果你有空的话当然也可以去哦 好那我们再来看一下呢 提早去也可以哦 比如说礼拜四要上班 那你可以再提早一个礼拜的礼拜六 或礼拜天去都可以的哦 好农历九月九日呢 重阳节呢传统上把13579 这些基数视为阳数 把2468视为阴数 九是这里面最大的阳数 是吉阳之数 因此也称为呢老阳 老的阳数 好那这个老阳的意思呢 就是在农历九月九日 这个节日啊日月皆为九 九月是不是九 日也是九 所以叫九月九日 就日跟月都是九 不称为重阳节 重叠的意思哦 啊敬老节 由于九与九同一呢 有长久长寿之意哦 还有长寿之意哦 所以呢 呃政府将重阳节定为呢老人节 提醒为子女者呢 要孝顺及重视家中的高龄长走 并发扬我国传统孝道的美德 敬老尊贤 起之长长久久哦 浮寿绵延之意 你知道敬老节哦 其实以前在台 台湾哦 像台北市也有 这个敬老节呢 政府会花在 林里长之间哦 他们会花一个红包 给我们的这些长辈 就家里的长辈 好像好几千块呢 所以呢 这个政府的 这个德政也很不错哦 已经沿袭了好几十年了哦 这不是现在才有 以前就有的哦 好我们来看一下 皇帝就是九五至尊 农历九月九日为中国传统节日 从阳节 古代是趋吉辟邪的日子哦 好 久为阳述之最呢 当天五十呢 那一天九月九日 礼拜四的中午 中午十一点到一点五十 最阳气最重哦 就是在秋天的这一天的阳气是最重的 好 从阳节五大招财望运的开运秘法呢 我要开始要教大家哦 好 既然是中午是最旺的时间呢 那我们要准备五十水 你可以在 大概在九点到十一点之间 就可以准备了哦 那如果你家里呢 有那个热的热的开水 哦 我们通常都会一整一整罐一整罐 那冷的开水 就是冷水加热水哦 就是叫阴阳水 好 好这一天九月九日当天呢 十一点到一点呢 中午取五十水哦 要用冷水哦 加热水的阴阳水 加一点点小盐巴 在水盆内放入九块钱哦 为什么要放入九块钱呢 因为酒跟钱有关系 常常就跟你的钱有关系 好这个九块钱的能量 钱的能量哦 是非常强大的 你们知道 所以呢 很多人为了钱 会做了很多事情 对不对 要努力工作啊 或者呢 也很多人为了钱呢 哇 锅铛铛入狱啊 对不对 这个钱呢 可以帮助我们生活上很开心 但也可能呢 让我们的这个在运势上面呢 要小心哦 好 那我们再讲一下呢 这个放入九块钱呢 用铜板就可以了 好那你说老师 我有两串五地钱 我在国外没有铜板怎么办呢 没有关系 你就呢 这个水上面呢 你放一点盐巴 那不要放铜板 我相信呢 像很多国家都有铜板 铜板 不一定要九块钱 你只要放铜板就可以了 好不好 把铜板洗干净 再放进水中 任何的铜板 那没有铜板 可以用五地钱取代 放九个五地钱也可以 九个五地钱 那你说 那老师我有两串五地钱 那就十个怎么办呢 那没关系 那就放十个也可以 超过九的级数都可以 来进化家中每一个角落 父母房 主卧室 小孩房 书房 客房 最后是客厅 好 为什么要从父母房开始呢 进化父母亲的房间 好 在这一天的之前几天 你们都要开始呢 进宅 进宅就是把家里的杂物呢 清一清 比如说有一些杂物啦 没有用的电器用品啦 电线啦 甚至有一些旧书报书局啦 赶快呢装箱起来 不要洒得满地都是 那每一个屋子里面 房间里面都要干干净一点 尤其是你的父母亲的房间 因为房间干净的话呢 父母会长寿 而且会健康 健康跟长寿它是同等值的 所以呢我们要从敬老节这一天呢 开始呢将父母亲的房间 提早打扫干净 那当然家里面要打扫干净哦 好 那打扫干净呢 柴一柴会进来哦 好 那健康也会变好 有健康就会赚到大钱哦 好 所以呢 父母房开始 你把这一盆水呢 在四个角落呢 稍微这样喷一下就可以了 一盆水然后这样喷 那用你的手这样拿来喷一下 角的四个角落 那从你的主卧是父母房 主卧是小孩房 书房 客房 最后是客厅 客厅你要到门口的时候呢 你是要将这一盆水呢 撒在你的门口 外面 内面呢 里面呢也要 左右要喷两下 外面喷两下 所以呢是什么 由内到外 我们叫净化住宅 好不好 公司也一样哦 你不要从里面 从外面喷到里面 不可以的 我们净宅是要从里面喷到外面 比如说老板的 老板的办公室啊 主管的办公室 财务的办公室 这些都很重要 对不对 好 业务的办公室啊 就喷一喷 四个角落喷一喷 就可以了 好 那很多人说老师 我没有用盐怎么办 你去用香灰也可以 好不好 用香灰也可以 好 分别来净化 可达到净宅的效果 由 要由内而外 由上而下 你不要这样子哦 这样喷哦 不可以 由上而下 这样喷 从上面喷下去 好不好 好 可以接天地之气 好 旺家运旺财库第二个 旺家运旺财库的话呢 这个是第二个秘法哦 大门的斜对角呢 有四十五个呢 就是四十五度的角落 对不对 好 我的办公室在这边 我的四十五度角落在这边 但海洋老师呢 不是为了求财 对不对 好 我是为了帮助大家 所以我放观音菩萨 你看到没有 班若 我的脚四十五度是放观音 然后我放一个佛 佛的金字在上面 然后呢放十二生肖在上面 所以我放的东西 都跟我的工作有关的 那你们要求财的话 在这个位置呢 就是进门的 所以斜对角这个位置呢 要放什么呢 要放财 跟财有关的 比如说招财树啊 聚宝盆啊 招财树加聚宝盆这种哦 也可以哦 一定要聚宝盆哦 因为呢 这个月呢 是什么 财库月 所以你要找一个聚宝盆 那你说老师我没有聚宝盆怎么办呢 你找一个哦 那个瓷器的哦 铜器的哦 不能是塑胶的 可以里面放一点钱 好不好 放一点浅钱 铜板就可以了哦 至少九十九块 九十九块就可以了哦 放浅钱 然后如果你有聚宝盆的话呢 就放在对门的斜对角这个地方呢 哦 那可以摆放什么呢 水晶洞 米勒佛 哦 然后招财树 聚宝盆等招财的吉祥物呢 哦 这些呢 神器 这招财神器哦 可以在当天用五十水擦拭干净 就是那一天呢 你用五十水把它擦拭 那如果时间过了怎么办 提早擦 好不好 可以提早擦 你不要说 啊我 这个时间已经过了 我再往后擦可以吗 如果你真的很忙 那没有关系 你就用五十水 留着那个五十水来擦干净就可以了 好在九十九元那再放一个呢 九十九块的红包袋 哦 你去弄一个红包袋 压在任何一个招财神器的下方 哦 可以达到增加财运旺财库的方法 因为在客厅嘛 所以不要放到九百九 怕被偷走对不对 九九块还好 哦 你就压在那个财神下面 好不好 哦 像我这边有个财神对不对 你就压在财神下面就可以了 好 那你说我压一百块可以吗 当然超过九十九块都可以 好吧 但是九十九最好 因为是长长久久的意思 去换一下铜板吧 好不好 哦 好 谢谢大家哦 来 接下来呢 我们第三个呢 提升公司店面洋载大吉韵呢 要怎么做呢 从小姐一早呢 把家中的电灯全部打开 一直开到夜晚 哦 要睡觉的时候呢 才把它关灯 哎 为什么要这么浪费电呢 不是在缺电吗 不会 你至少要客厅的灯 好不好 客厅的灯就可以了 好 爸爸妈妈的灯也要开 哦 爸爸妈妈的房间的灯 如果他们两个不住同一个房间 他们灯要开哦 哦 接洋气 哦 所以呢 要留一盏客厅的灯 可以增加 房子的洋气呢 提升宅运 好 那如果公司的话呢 在那一天 隔天来客厅的灯再关掉就好了 要不然就留一盏灯也可以 只要有洋气就可以哦 我们那天要接吉洋之气 所以呢 要提升公司店面洋载吉韵呢 从小姐一早呢 把家中的电灯全部打开 一直开到夜晚就寝前才熄灯 哦 公司在下班以前呢 要留一盏客厅的灯 店面也一样哦 可以增加房子的洋气 提升我们的住宅运气 以及公司店面的运气 这很简单 不需要花钱的 对不对 我教的方法都是哦 这个液晶里面呢 最适合用的 好 接下来呢 当然 齐曼顿甲法里面呢 很多老师是不会教的 因为这叫秘法 所以呢 来第四个呢 佩戴红线 或红色的宝石 哦 像我这个有带脸红色的宝石 是可以的 有没有看到 红色的宝石 哦 有看到哦 我这上面有红色宝石 这样是可以的 好不好 或者红色的宝石 红色的手链 那也可以用红色的皮带啊 那如果这天呢 你带一个红包带也可以 好不好 来 我们先讲一下 身上可以佩戴红线驱邪避凶 防止小人陷害破财保平安 可以在皮夹内放置一个 九十九块钱的红包带 所以已经第几个红包带了 第二个了哦 你要准备两个了 好中间写上呢 发财九九 有利于招财九九 看到了没有 好 发财九九 你上面可以写你的名字可以写你家里地址 或者写公司的地址 写店面的地址也可以 写上你的大名 写自己的名字 不是父母的名字哦 好 那你给父母的红包带上面呢 可以写他们的名字 中间可以写什么 给父母亲的红包上面写 平安 健康 吉祥 长寿 这四个 吉祥话好不好 给父母亲的话 好 所以呢 你可以在这个红包带里面放九十九块的红包带哦 中间写上发财九九有利招财九九 我们在未来一年 我们在未来的四个月当中 是不是要发财九九呢 因为到农历年还有三个多月将近四个月的时间 好 第五样呢 吃高可高升高人一等 古代都会做什么糕点啊 那现在很方便哦 你只要到那个面包店去买的话就有糕点了 面包店去找糕点就可以了 好 蛋糕 是不是糕 对蛋糕就是糕 只要喜欢吃 而且要是甜食哦 不可以吃咸的要甜食 甜代表什么呢 让你呢 内心发出一个 幸福感 甜食呢 不要吃太多 但是你要发出一个幸福 然后呢 发财感 对不对 你就会吃下去以后 你会觉得 哇 好幸福哦 我会发财九九 这样知道吗 在什么时候吃呢 在那天的中午吃好不好 在那天中午吃哦 吃高可高升 高人一等 好 在唐宋时期呢 从阳节呢 特别讲究吃糕饼 就如同呢 中秋节吃月饼一样 还有呢 就是我们东午节吃粽子一样 它是很适合吃糕点的 所以呢是应景的书 现代人呢 可以在当天吃些从羊糕或米糕 如果你到市场去买 买米糕也可以 取邪音为糕之音 步步高升 好 那如果家里呢 客厅也可以放一盆呢 一节一节的那个 那个 步步高升煮 发财术 都可以的 像我 我的客厅 有一个角落是刚好是我的文餐位 所以我就放很多步步高升的 这个竹子 下一次拍给大家看哦 我有 一二三四就整排窗旁边 全部都放竹子 就是那种步步高升 而且很便宜 你要知道那非常便宜 一百块一大戳 现在 因为大家生意可能不是很好 一百块钱一戳 好不好 就好几根啦 你就放在一个瓶子里面 那瓶就是保平安 好 瓶就是要保平安哦 好瓶子不能破掉哦 瓶子破掉就不平安 所以有裂掉的有不瓶的 瓶子都不要用 好不好 会癫癫破破的 摆不纹的瓶子也不能用 好瓶子肚身要大 瓶口要小 这样大家知道了 肚身要大 瓶口要小 里面要放水 这样子的话也可以 好 除了吃糕以外呢 在小孩的书房里面呢 也可以放一盆 步步高升株 在你的桌上呢 电脑旁边也可以放一两盆的步步高升株 然后达到呢 步步高升的好观韵 考试人可以高中 你看多好 高升 你做事业可以高升 你在公司里面呢 可以步步高升 可能以后呢 董事长就是你在做 或者总经理就是你在做 有可能的啊 比如说公司 开个分公司 他需要一个董事长 那就可能请你去当董事长 需要一个总经理 他就请你当一个总经理 可能总裁不是你啦 因为这个公司运作很大的时候呢 仲裁一定是由老板做 那总经理跟董事长都有可能是你做 好 那就可以步步高升 好 今天教大家这五个方法呢 千万要记住了 希望呢 大家在那一天呢 不要穿黑色的衣服 不要穿全白的衣服 那叫如烤上笔 就是你没有敬老的意思 好 什么颜色都可以穿 什么颜色都可以穿 就是不要穿全黑 或全白的 记得了 那你的手上呢 可以带一些水晶啊 玉石啊 那那一天呢 如果你要孝敬父母亲的话呢 我也建议呢 你可以送一些 比如说像是 这个玉石的手链啊 或者呢 弥勒佛的手链啊 那个项链啊 或者观音啊 保平安的项链啊 给你的妈妈 去佩戴 好 那你的运势就会更旺哦 不要忘记了 好 那五十水呢 没有用完的话要怎么办呢 你后阳台前阳台 可以撒净一下 好吧 那些阴煞就不会进来 五十水最好用 好 那剩下的呢 不要喝下去哦 不要喝哦 因为你都在撒净用 所以不能喝 这样知道吗 好 谢谢大家 希望大家在九九存安节 可以赚一个呢 秋冬以后的大吉韵 大好运 然后让我们每一个人呢 都带着吉祥健康平安 然后呢 事业非凡腾达 财源滚滚 加上了财库满满哦 好 祝福大家 不要忘记 帮海洋老师按赞分享 然后呢 按订阅 开启你的小铃铛 谢谢 五密法 非常好用 赶快广传给你的 亲朋好友同学们哦 谢谢大家 拜拜